汪小菲4月才飛到台灣 開心錄影 同框前岳母 彼此關係看起來還是相當不錯 他也發文寫下 今天爸爸來接下學了 口罩過後都恢復了正常 爸爸會一如既往的來陪你們 宣布自己將和過去一樣 開始北京台北兩頭飛的生活 而14月他再度PO出 自己安排了慶生派對的照片 現場還有魔術表演 他在內容裡寫著 爸爸永遠愛你保護你 不過雖然他在微博中 並沒有PO出任何正面照 但隨後在抖音裡 王小菲竟曬出多張高清無打碼的照片 這個舉動完全踩到大S的地雷 因為大S一直以來都非常保護隱私 雖然照片後來已經刪除 但早已被網友截圖傳開 而王小菲這樣的行為也被網友批評 一邊說要保護 一邊卻做這樣的事 只顧著展現自己好爸爸的形象 完全沒考慮到別人 對此大S也透過經紀人表示 一切已交易由律師處理 似乎也對王小菲一再脫緒之舉 感到很生氣